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吃东西要细嚼慢咽? 有的小朋友吃饭或者吃东西时,喜欢狼吞虎咽,很快就吃完了。 其实啊,狼吞虎咽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,吃东西时应该细嚼慢咽才对。 为什么要这样呢? 人吃东西是为了要从食物里摄取养料,维持生命。 当食物入口以后,先被牙齿咀嚼磨碎,然后食物进入到胃部,变为半流质的糊状物,最后呢,到小肠中被吸收。 当整个消化系统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,人就能够从食物中吸收到足够的营养,显得精神饱满,气血旺盛。 如果吃东西狼吞虎咽,没有经过仔细的咀嚼,食物一下子就到了胃里,那样啊,就会加重胃的负担。 胃既不能够很好的消化食物,势必影响肠道的消化和吸收。 细嚼的同时,还需要慢咽。 慢咽,最大的好处呢,就是使胃的容纳量逐渐地增加,而不是一下子就把它给撑大了。 这样的话,胃部就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,不会因为食物的剧烈冲击而感到不适。 如果说狼吞虎咽久了,经常还会对胃的负担过大,造成胃病呢,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听话,吃东西要细嚼慢咽。 这样更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成长。 嗯